從週二開始 綁定了海外手機號碼的微信用戶都收到通知 如果不更換成大陸手機號 將無法繼續使用微信帳號 而只能更換到WeChat帳號 儘管微信表示 WeChat和微信都是騰訊旗下的姐妹產品 部分功能互通 但海外版微信WeChat 已無法使用諸如視訊號、遊戲、健康碼 兒童手錶、直播、青少年模式和微信鬥等功能 不僅如此 一些海外用戶發現 在切換到WeChat後 朋友圈的信息變得時有時無 甚至接不到國內信息 評論人士認為 騰訊把微信和WeChat的分離 變成一危兩制 其用意就是為了阻斷信息交流 避免海外的獨立信息傳入國內 前往日期間 無法再發現 平台所未通 我封閆的被掌描 不來 與你提供 耶尊 坦 凝 斜